高清解密 高清解密 今個星期我們說什麼呢? 今天就說美國 我們就說CIA 其實就想說CIA CIA 好像自己說錯話 CIA的暗殺故事 CIA的暗殺故事 CIA的暗殺? 類似 CIA你認識多少? 零認識 在你的印象中 我印象中只有FBI 對於CIA是沒有怎樣了解過 CIA的暗殺是怎樣? 不如說吧 中央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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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科學研究 例如我們第一集所講的核間諜 他們都要收集科學的情報 有沒有跟KGB的咬手掛 其實都是情報組織 你可以說世界四大情報組織之一都有包括CIA 那中國那個叫什麼 中國的情報組織 應該是沒有一個公開的名字 例如香港以前也有一個政治部 即是九七之前 現在也是沒有了 但不代表香港沒有情報機關 只不過是沒有公開一個部門 就告訴你這個部門是做情報的 可能給了我們的祖國 不知道這件事就不敢說 那CIA呢 聽你這樣說 你覺得它是屬於正面的組織 還是負面呢 逆正逆邪 逆正逆邪 你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看那麼多的荷里活片 可能已經被它洗腦了 即是覺得CIA、FIA是正義 但是有一個國家是將這個CIA 都列為了這個恐怖組織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什麼CIA做一個恐怖組織 都沒有什麼難度 它又有人力資源 它又有武器 看國家怎樣玩 而且我一向都覺得 美國是一個邪惡軸心國 這個是你的角度 謝謝 那CIA是怎樣的 你知道這個國家是哪個國家嗎 你說什麼 即是那個國家列它為恐怖組織 哪個國家列它為恐怖組織 不是阿富汗就是伊拉克 倒錯 不過還有一個E字 就是伊朗 都在旁邊 都在旁邊 都是朋友 那為什麼伊朗 就是列這個CIA做恐怖組織呢 就是因為 CIA是涉及暗殺、綁架、爆炸等事件 所以伊朗就覺得它應該被列為這個恐怖組織 但是它有沒有證據說支持到 支持到就是說你CIA做那些事情 你說證據 很多證據都有說它的暗殺事件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自己也有公佈一些檔案出來 就說它一些暗殺事件是怎樣進行 例如說回1976年 美國頒布了不可以暗殺政治的領袖 不可以 即是CIA不可以殺 即是7、6年才頒布這個法例 即是7、6年之前CIA是可以殺的 應該說7、6年之前 所有人都可以暗殺這個政治人物 其實某程度 如果是看美國那兩個黨 誰可以收買到CIA 你可以找其他人去殺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不一定是CIA 好像很帥氣 即是7、6年之前 其實暗殺都是合法 所以他們公開的檔案出來 都很光明正大 告訴你 我7、6年怎樣去暗殺這些人 嗯 那有沒有說CIA殺過什麼很出名的人 至於7、6年之前 有的 其實呢 不要說7、6年之前 說回7、6年之後 也有更奇怪一些 也都呢 CIA有被指是有涉嫌去暗殺一些人物 例如呢 2011年的2月 就有一個報道就出來了 就是說呢 伊朗一個核的科學家 叫做阿巴西 阿巴西 好 在10年11月29日 就是在這個 以色列 就被人殺的 嗯 就是他有一天 就離開這個家裡的時候 和妻子離開家裡的時候 就租人家暗殺的 是有一個炸彈的 在車的附近 上班的中途就被人暗殺的 嗯 而呢 他的同事呢 亦都是被人暗殺了 嗯 那現在就 為什麼會連結到CIA呢 是啊 因為呢 這個伊朗內政部長 他就 這件事發生之後呢 就出來說 懷疑呢 這件事呢 就是CIA和以色列的情報組織 莫薩德 來聯手製造這個炸彈出來的 啊 就是阻止伊朗來做這個核的科技 啊 就是 就是 在這個時候 大家不要學那麼多什麼核子式 就是 好像阿西哥那樣 無緣無故被人 是啊 是啊 其實如果是這樣 主要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所有在伊朗幫他製造核彈的 那些都 因為呢 這個巴西為什麼會選中他呢 是啊 因為這個巴西是 他們伊朗裡面最厲害的核的科學家 哦 就是頭頭來的 簡直就是那個國家核的部門裡面的頭頭 他的同事其實都已經炸死了 那麼巴西呢 就很幸運就沒有被人炸死 是啊 那麼阿西哥怎麼樣呢 沒有炸死到 沒有炸死到就現在還健在 哦 阿西哥真的很幸運 是啊 第四天的馬拉松式總統電視講話 嗯 但是呢 在三十一號就是第幾天啊 哈哈 沒有聽書 第四天 但是第三天呢 就突然消失了 是 電視台呢 就以技術原因來作為解釋 嗯 但是很多的西方媒體呢 當時都認為呢 這個中斷是非常之不尋常的 是 那麼呢 為什麼他突然消失呢 後來呢 總統呢 也都在二號的時候出來說 原來呢 他在二十九號的深夜呢 收到一份的暗殺情報 而情報的來源呢 就是來自這個尼加拉瓜總統 哈哈哈哈 那所以呢 尼加拉瓜 嗯 總統 那就來自他啦 那麼就 查韋斯呢 於是就沒有出席到那個電台啦 那如果暗殺那個計劃是怎樣的呢 就是原定呢 查韋斯呢 是三十一號在委內瑞拉 是你聽的 是你聽的 是我以內瑞拉 搭一架這個古巴航空公司的客機呢 前往去另一個城市的 但是呢 在查韋斯登機前呢 就說呢 有情報就說呢 他這一架客機呢 將會被人用這個火箭彈去襲擊 那所以呢 這個 查韋斯呢 總統呢 就沒有出席到那個電視台的講話了 哈哈 那其實如果我是個總統呢 我會找個假的人 就是我的替身 是不是試一下堅定樓 嗯 應該很多總統都有替身的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收到一個這麼堅定的情報消息 你沒有理由扔一個替身去 試一下嘛 你這麼難得才找到一個替身 是不是 沒有 其實是 你坐車裡有人不可以替的 不是 可以嗎 可以替的 隨便找個人化妝 我也可以替的 是 但是很難的 試一下堅定樓 其實總統身邊這麼多人 誰知道誰是燕仔 一個都可以賣情報給別人 是 我是警察 是不是 這個查韋斯呢 他亦都 怎麼說呢 他說 覺得這件事是CIA的策劃 他在後來的講話裡面就說 我不是在這裡指責奧巴馬 是 我想奧巴馬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呢 靈界他上面還有一個帝國 就是CIA 哦 其實奧巴馬也是第二層的 還有第一層 嗯 他是這樣認為 所以他就覺得這件事是CIA來查劃 來做的 嗯 但是其實之前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外面的陰謀論 其實也有說 很多人都說 美國不是總統是最大的 啊 那誰是最大的 他幕後還有一個政府 就是還有一個幕僚 還有一個幕後的高層 去來統治美國作出一些決定 這個又反而沒有怎麼聽過 例如上次阿Moon其實可能也有一點點辣著度 就是說一些外星的事件 嗯 之前那個總統呢 之前有一個美國總統叫卡達 其實他都想公開一些叫UFO的檔案 嗯 但是你說總統要開檔案 但是他都要去問一些人去 approve他做這件事 嗯 他都要有clearance去做這件事 嗯 就是證明他不是最高的領導 他不是可以說什麼就什麼 是自狼團而已 問他的那些是嗎 問他的那些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說approved 那些是問他的自狼團 那些自狼團 那些自狼團都是他選出來的 是他的幕僚來的 嗯 但是他想開一些UFO的檔案 他都要被一些叫做情報組織的頭 叫他就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嗯 是的 那例如還有一個case就是克林頓 那克林頓呢 都是想開這個UFO file 還有他說他上台有三件事要做 就是要查這個馬麗蓮夢露的死因 嗯 還有是不是有外星人 還有一樣忘記了 好像是羅斯福總統 是怎樣死的那些 嗯 但是他feedback回來 就是總統 Sorry 你是沒有clearance 去看這些檔案 嗯 嗯 那總統就很生氣 蛤 沒有clearance去做 去看檔案 那誰有clearance 我是美國總統 是啊 CIA 是啊 但是回答他 那個情報組織的頭 就是Sorry 你是沒有這個clearance 你總統是沒有最高的clearance 去做這個 是啊 是啊 那究竟CIA的頭 是不是美國總統選了你 是 是 但是 美國總統也沒得看 但是CIA的頭髮也沒得看 是 是 那麼奇怪 就是我選你出來 但是你又比我大 是 但是可能他是上一任選出來的 是 是 上一任總統留下來的 就是 做美國總統也很悲哀 有時候覺得 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內裡 啊 不知道他內裡原因 說回CIA的暗殺 嗯 其實呢 在1954年 CIA曾經推出一本很邪惡的書 就叫做暗殺手冊 就是好像日本出了一本完全自殺手冊 他又出了一本完全暗殺手冊 他是放在書局買還是拿來派的那些 他是給自己人提的 就是內部自己人提的 那 為什麼 現在大家知道有這個手冊呢 就是因為在1997年 就被人公開了 啊 大量印仔 對 美國有一些 就是憲法 就是 如果有一些 人要開一些檔案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寫信去叫他開 但是當然就要過了 好像 我忘記了是30年還是50年 那些檔案就可以開了 你只要寫信 美國的公民 我不是 所以就不可以 那如果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檔案可以開 是啊 你可以不斷寫信叫他開這個UFO檔案 所以為什麼這陣子 那麼多UFO檔案被人公開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政府受到一些人的壓力 受到公民的壓力 可能寫信要求他開這些檔案 甚至有一些UFO外星人的研究者 聯同一些律師去告這個國家 你不可以不開 因為我們的憲法是這樣寫的 只要有公民上書 要求你要開 你就要開 所以政府其實受到很大的壓力下 他都要開一些 即是 叫做沒有那麼重要 或者再開一些假的出來 讓他混淆給你看 就是那些什麼牛 搞碎那些 是啊 是啊 而且他很多時候公開的時候 都會把一些字眼 就油白了去 嗯 就是 零零碎碎看到那項 就刺了兩個點 對 告訴你這些是私隱問題 但是他就好像是專門令到你看到一些 又看不到一些 讓你自己顧一下 哦 那正常的 你覺得政府如果全部都公開了 我想 整個世界又會變 會 即是產生另外一新的一浪UFO 對 影響到 那如果為了這個世界安全的著想 我想美國政府都有點需要這樣做 是 所以就這樣 那我們不要說UFO了 又拿了去 是 那CIA就是這樣 我們就說回這個暗殺手冊 是 暗殺手冊裡面 內容很恐怖的 是 第一要好像007那麼英俊 是沒有的 Jim Spawn My name is Spawn 是沒有的 以下的內容 小朋友就沒有聽 是 因為都挺血腥暴力恐怖的 被召人 都有個心理準備 這個內容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你怎樣可以殺人 包括你用的武器 以及你怎樣追到哪個位置 去殺人是最好的 例如在裡面說到 你其實最好就是可以逃手殺人 逃手殺人 對 最簡單 能夠就地取材非常有效的刺殺逃手工具 就是 接燈 沒錯 那些 拿你命三千 就是 鎚 斧頭 羅茲批 菜刀 燈座 或者任何又硬又重又順手的東西 其實我現在都可以殺你了 沒錯 拿起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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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殺死咪 我就是CIA 另外這份手冊也說 人為事故也是殺死人的最好方法 人為事故 我想起香港一套戲叫意外 是 但這個不是意外 這個是人為 人為 人為的意外 人為的意外 因為要計時 計很多東西的因素可以改變 所以他都說這個不算是最好的方法 傻了 他說人為是最好的方法 他說最好的人為的殺人方法 就是從23米高的地方 跌下去堅硬的表面 例如是升降機 樓梯井 就是樓梯中間的洞 或者開著的窗 和橋 都可以利用來殺人 即是跌過花盆下去 也能殺到 即是你的人被拋下去 被人拋下去堅硬的表面 大概是23米高 即是譬如我想殺死你 丟樓梯 我就引你上去23米高的樓梯 然後一下子在樓梯的洞裡 扔你下去 但你的體型應該那個洞就實不下 所以你應該是不能死的 謝謝 是的 我也不能死的 我也說 我也比較大塊 我也不能死的 所以你就不要用這個方法來殺我 另外 另外呢 還有呢 就是可以捉住暗殺對象的腳跟 然後呢 就放手 就等他跌下去 也是一個很好的 丟你下街的方法來的 哦 但是以我的力度 應該都是維持不了 握住你的腳跟腳眼的位置 丟你下去 那譬如我又殺那些300磅的肥佬 我正在想 那些可能就是真的要用鎚 那些 哈哈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部分呢 就再說 如何可以殺人 突然這個節目很熱鬧 學了一個CIA 是的 記得 大朋友 快點 拿你的小朋友去廁所鎖住 哈哈 好 轉頭回來 好 轉頭回來再說 麻煩所有家長立刻鎖住你的小朋友 我們現在來這個高清解密的第二部分 就說一下CIA怎麼殺人的 是的 這個恐怖手法 是的 我們首先還沒殺人之前 要虐待小朋友 鎖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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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他們聽 不要做這些事 認識他們到床上都可以 我們說一下笑 好 我們立刻說一下怎樣可以暗殺肥仔 這個呢 這個殺人手冊呢 還有說到 好像你這樣 就是用意外去殺人的 啊 就是把被暗殺的對象 即是肥仔 就約他在火車站 或者地鐵站 然後呢 就合適火車來的時間 然後一下子伸他去腦軌上面 這樣呢 就可以被列車撞死 那以肥仔這麼笨拙的技 都不是的 其實我很紅金寶 是嗎 是啊 那應該就不夠時間 躲在腦軌的洞裡 打個後空翻 應該是不會的 這個手冊裡面 還說到你可以用這個 隨手拿起一把鎚 或者是我們經常看電影 美國家庭很流行 門後面有一支棒球棒 那你也可以利用那支棒 來做很好的空氣 啊 難怪那些電影經常有棒球棒 另外呢 搜索說 最好的殺人的刺入身體的位置 他也有說到 但是我們就不長談 免得大家學 還有怎樣可以令到人 你指給我看可以嗎 不行 我不想你殺我 那怎樣把人的頭骨 敲到套進去 然後死亡呢 他也有教 還有那些步槍 手槍 衝鋒槍 還有其他武器的優點 缺點 在那般的殺人手冊裡面 都有披露 嗯 但我也想知道那個位置 插進去哪裡 嗯 這個我不會告訴你 咪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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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麼多的暗殺事件裡面 其實最經典的就是 古巴的領袖卡斯楚 嗯 卡斯楚就在1959年開始執政 但是他由執政開始 已經經常跟美國作對 而且呢 古巴這個地方 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地理的位置 古巴這個地方在哪裡 古巴就是南非 南非 是不是 不是喔 非 南美 是啦 在Florida對下的200多公里的位置 是 所以呢 其實他是非常之近美國的 是 而這個 卡斯楚呢 還要處處來到 跟這個美國的政權 去對立作對 那共產黨 嗯 正常人對立 是啊 但是因為美國 是覺得自己是整個 美洲的統治者 對不對 是 那他就 看不順眼了 所以呢 由1959年開始 已經不停去暗殺這個卡斯楚 你猜一下 不用那麼煩 停止入口雪監就可以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卡斯楚 遭受過多少次的暗殺 23 23 為什麼23這個數字呢 我隨便說的 你再成大幾倍呢 應該要整 二十幾倍 三十倍 哦 哇 那 是638次 哦 那他也很幸運 沒錯 你知不知道卡斯楚 現在呢 是多少歲啊 80歲 他仍然生歐歐 但是呢 他呢 由執政期間呢 到現在已經被人暗殺了 六百三十八次 都不是到現在 應該是到 立令開始 不被暗殺之後 即是七六年之後 就沒有計 即是七六年 即是五九年至七六年 這段期間呢 被人暗殺了六百幾次 也都有人統計過 平均一日被人暗殺幾次 那些CIA都很廢 就是啦 因為古巴內政呢 最近呢 就 成立了一個叫做 暗殺史科的博物館 啊 就是用來 展示美國的 是的 用來展示 卡斯楚被人暗殺的一個博物館 六百幾次 甚至這些素材 是塞滿了整個博物館 但是 有什麼素材呢 我反而想知道 可能是 你之後聽我說的那些暗殺事件 就知道他其實都利用了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物件 來做暗殺工具 那可能呢 就是展覽 展示這些工具出來 那這些很多的暗殺手段 都好像看起來一樣 好像007一樣 其實是很有創意的 是的 但是這個博物館 就令到CIA很難堪 可以說 即是你的死廢材殺 六百幾次殺不到 是的 接下來我就要講一下 這六百幾次裡面 有什麼新穎的招式 哦 這個真的好聽 是的 那CIA呢 曾經去買通卡斯楚的前妻 是 那做什麼呢 就是在卡斯楚的保養品裡面 下毒 就是護膚品 是 還有呢 那為什麼他不用那麼厚臉皮 是啊 後來應該是卡斯楚就發現的 是 那發現有些缺乏 那就應該逃過了這一劫 是的 另外還有一次呢 就是在六三年的時候 這個 美國就派這個黑手黨 去找一個中間人去做這個暗殺的 那就是美國就給了一顆毒的藥丸給這個暗殺者 那就去到這個前希爾頓飯店的自助餐廳裡面 打算把這個毒藥 就放進去一杯朱古力的milkshake裡面 就給卡斯楚喝的 但是當這個暗殺者要拿出這個預先收藥的毒藥的時候呢 這個毒藥的膠囊竟然已經在雪櫃裡面裂開了 那都還有些粉末的東西也扔進去 他就沒有做到 那真的很大命 很大命 那還有一些暗殺事件 就是呢 亦都有試過 有位生物有機化學家 就建議在這個卡斯楚廣播室裡面噴這個迷幻藥 令到他就產生幻覺 那由於呢 卡斯楚是出名 很喜歡吃雪卡的 那另外一個想法呢 也是在他的雪卡裡面 注入一些化學藥物 令他在古巴人民現場廣播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間心理迷亂 然後就亂說話 就失去這個信譽 意圖推翻他 這次就沒有毒死他 但後來也沒有做到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某些原因 另外還有一些方法 就是呢 卡斯楚去到外國旅遊的時候 他經常都將一雙布 留在酒店房門外 就等別人幫他擦鞋 是啊 那麼 CIA就看通他這個習慣 於是就利用他這個習慣 就打算把很強力 有脫毛效果的一些物質 就灑進一隻瓶裡 對 就打算令到他嘴上的大鬍鬚 會被脫毛劑弄掉下來 那為什麼要把他的鬍鬚弄掉呢 就是因為原來卡斯楚這麼受人民的勇大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形象是非常之剛強的 那一片鬍鬚就能夠代表他 例如好像林子祥沒有了撇鬚 他還是不是林子祥呢 其實如果撇鬚掉了的話 貼上撇架的相愛就行了 你也可以這樣說 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真的後來想到這個太低能 CIA為什麼可以這麼低能 噴一隻腳 脫毛會脫到 我應該是真的試過 全身脫毛 可能是頭髮都脫了 光頭眉毛脫了 嘴脫了 很低能 就是脫皮鬚 怎麼會貼上皮架 就行了 唉 你繼續 這個化學藥物 CIA都說 在動物身上是試驗成功的 可能他找一隻狗 即是小狗 進去做 吃了這個 可能塗一些藥 然後令他脫光脫脫的 嘴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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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除了一些化學藥物品 令他脫毛之外 那麼 雪卡 剛剛說過他很喜歡吃雪卡 雪卡 也曾經被CIA利用 成為脫毛的物件 就是把雪卡 擠一些化學藥物質 進去 令他脫毛 又是 那不直接擠一些毒藥物 嗯 不知道為什麼 那要他脫毛呢 我又真的不明白 另外也試過 在他上一個talk show的時候 安排送上一盒 特製雪卡 很多時候嘉賓 例如送禮給你 硬要你在鏡頭面前吃 你很難去推躺 所以他也試過 要利用這麼尷尬的情況 硬要屈他去吃 特製雪卡 但是呢 因為呢 這個中情局 即是CIA的官員 質疑怎樣能夠確保 卡斯柴一定會吃到那支雪卡 而其他人是吃不到呢 因為他想不到這個解決的問題 所以結果就沒有做到 結果沒有做過 即是沒有做過那些都count的一次嗎 是啊 這樣也可以 不成功的那些 計劃那些 都count的 那六百多次都想 另外呢 還有一次呢 就是跟你一樣 就是想到 就是把一些毒毒降菌 擠進雪卡裡面 Botox 就可以令人幾秒鐘之內死亡 而這一支 這支毒毒降菌雪卡 他也在六一年二月轉交了一個間諜 給他來下手做 但是呢 後來為什麼不能夠執行計劃呢 因為呢 這個安全官員呢 就特別為卡斯柴製造了一個叫做可喜巴的毒家品牌雪卡 令到他不用再吃外面的雪卡來補 以補他的安全 所以呢 這支毒毒降菌雪卡呢 也不能給他享受 是的 那收買那個雪卡床是嗎 隨後呢 七幾年的時候呢 這個卡斯柴可能 很多人覺得都是不好啦 太危險啦 除了這個吃雪卡 也有害健康 真的非常之危害人身安全 所以連雪卡都解掉了 哦 身體健康好啊 所以告訴你 不想被人暗殺 就是應該改一下你的生活習慣 不要經常被人捉到 不要放在外面 我不吃雪卡 我不喝酒 但我剛才說的 這個生活習慣 很容易被人捉到之外 還有呢 就是卡斯柴除了吃雪卡 還有擺潑出去之外 還有呢 他就很喜歡海洋 還有經常會去海灘 所以呢 這個也是成為CIA的攻擊途徑 那怎麼辦呢 是的 那在63年呢 這個CIA呢 也曾經試過 將一些爆裂物 塞進去這個背殼裡面 爆裂物 然後就放進去 卡斯柴經常浮潛的沙灘那裡 好 等他走過去又爆炸 是啊 但是後來呢 計劃又是沒有做到的 因為他 後來一些官員 都是說 不通過這個 真是不切實際的 構思來的 另外還有一個建議呢 就是因為他浮潛 浮潛 穿什麼呢 穿這個 潛水衣 潛水衣 還有呼吸的裝備 呼吸裝備和潛水衣 很容易 他經常要人家脫毛 放一些潛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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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了 他這次就放這個結核菌 結核菌 放到呼吸裝備和潛水衣裡面 但誰知道 這個中間人 即是選潛水衣的人 沒有選到那件被人落下的潛水衣 每件都落就行了 全部人都死了 對 對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毒筆利用 在63年11月22日 在金賴迪總統遇刺的同一日 古巴駐巴黎情報員 古巴駐巴黎情報員 就拿到這支毒筆 就打算去做下卡斯楚 這支毒筆 就由一個原裝的原子筆來改造 而成 裡面就是一個很小的注射器 即是針筒 就能夠注射一些很劇毒的東西 只要刺一刺你 輕輕刺一刺 你可能都感覺不到的時候 你已經是可以死得了 中了毒 中了毒 但是因為這個間諜 就看到金賴迪總統遇刺那一天 所以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下不了手去刺殺他 不如把CIA收拾了 為什麼呢 六百多次 對 六百多次都不行 即是我覺得可以申請入見歷史 還有CIA其實也有一個部門 即是說以前 現在就不知道 以前披露出來的文件裡面 看到 以前也有一群 養著一群科學家 他針對一些貝殼類的動物 有毒的動物 來製造 抽取一些毒液 例如在眼鏡蛇中 抽取一些毒液 或者是鱷魚膽汁 抽取一些毒液出來 來進行研究 也披露了 檔案披露了 CIA儲存了八種不同的致命物質 還有二十七種暫時可以令到人 失去行為能力的物質 即是反而殺總統也殺不到 但毒液也研究了很多 是啊 還不錯 我覺得CIA為什麼會這麼廢 那又不可以說廢 其實他都 我想是很多成功的例子 他都沒有披露出來的 因為如果你披露出來 又會被人罵的嘛 你真的殺了人 對不對 現在可能這個生勾勾 CIA儲存了八十歲 他雖然 刺殺了六百幾次 但也沒有一次成功 你都說不出他 他還生勾勾 很笨啊 聽到有些方法 例如呢 例如什麼方法你覺得笨呢 那個背殼那個 背殼那個 背殼那個其實都可行的 但是 例如我今天約了你回來 阿華TV 那我可以在中途 在你回來的中途 放個炸彈也可以 或者在廁所放個炸彈 我剛才剛剛去完廁所 你在廁所放個炸彈 你趁我一進去 真的按個按鈕 就炸了我 但最笨的是脫毛那個 不是這些是令到他推翻那個政權 就不是真的殺他 那他們沒有想過 就算撇鬚脫了 可以痴翻的 是 但如果你全身都脫毛某搞笑 有誰相信一個全身都沒有毛的總統呢? 的領導人呢? 那頭髮脫毛都可以戴上去 即是你不會接受一個光彈彈彈的溫家寶 出來講話 你會不會相信他 你會不會覺得他太滑稽呢? 有病 哈哈 這樣太好笑了 這個形象 可能那時候 即是那時候那些人就沒有我們現在那麼開明 那時候可能只是很靠那個印象去信任那個總統領導人 嗯 那其實除了卡斯楚這些這麼搞笑的暗殺事件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總統被人暗殺的事件 亦都有在檔案上披露出來的 例如是六零年呢 那這個乾果總統老母巴呢 這個我不是說粗口 對 就是叫做老母巴 那這個老母巴總統呢 怎樣被人暗殺呢? 就是被人把他的牙膏 就下了這個毒藥 就混進去他那些酒店裡面的一些牙膏牙刷 但是呢 中情局 即是CIA 嗯 駐這個家 很難到這個 李奧波德維爾 那些名字有他 是的 工作站呢 就抗拒這個暗殺計劃 並且呢 把牙膏呢 拋入附近的河流裡面 毒死了那些魚 是啊 所以呢 最後不批評 就暗殺不成功了 其實如果你說 那些暗殺可以這麼有創意 連牙膏都用到 其實真的是避無可避 所以卡司座真的非常之厲害 我覺得CIA反而出來拍電影 你想想你去酒店有什麼理由 你會想到你的牙膏會被人下了毒 但是私家惹他 嗯 這個是一個避免的方法 以後有危險的人 即是覺得自己有可能會被人暗殺的人 記得全部的東西都要用私家 是的 就不要貪酒店的東西 另外呢 亦都有一宗的 就是呢 這個是不是總統來的 是伊拉克上教來的 上教怎樣被人暗殺呢 就是CIA準備了一條尖尖 也有這個布氏鋼菌的手跟仔 那麼多 是 送給伊拉克上教來 想想連送手跟仔給你 也有毒 我不要 那你有沒有要到最後來的 最後來的也不成功 因為呢 這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呃 就是送手跟仔給人 那個人 已經被行刑隊射殺了 尾送之前 我以為送手跟的人已經被那些困毒死了 所以失敗了 是的 其實這個CIA都有 就是他們研究過很多很多的東西出來 來做暗殺工具 剛才那個牙膏裏面有毒 另外也試過整個牙膏裏面是一支槍來的 可以拿一支牙膏出來當槍 這樣 哇 這麼有創意 是啊 就是用擠牙膏裏面不是肉 我是警察 是啊 還有一些就是 找個女人走進去 迷惑被暗殺的人 然後錄下她的視像 來要脅她 也試過 那帶隻雷尾又是怎樣 成不成功就不知道 沒有公佈了 噢 而且初期他們也有研究很多藥縣 就是混進去一些食物裡面 令到別人神志不清醒 嗯 嗯 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殺的個人很容易 如果你有這麼多方法 但是為什麼殺也都殺不了呢 你可以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白癡 我覺得是白癡 還有原來CIA 在提外話 在黨內也公佈了 CIA曾經聘請一些叫做魔術師 就是那些國際級魔術師 是 例如大衛高帕菲 來讚寫一本 怎樣可以教別人變魔術的手冊 是專為CIA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你放毒藥 就放一杯Julic Milkshake 那你也要不讓別人察覺 是 那他就教你怎樣可以利用這些手勢 就是好像變魔術一樣 那些掩眼法 令別人不察覺你落毒 或者不察覺你也打了毒針下去 嗯 這樣 諸如此類 啊 連魔術都玩了 是啊 沒錯 就是你今天看了這本書 就是講這個CIA 你為什麼透露給別人聽我拿這本書 哈哈 就是看你很努力地選擇了內容 沒錯 當然要做足功課啦 你這個死肥仔又 什麼都不準備 是啊 對了 你早點問我今天講CIA 那你結果有沒有準備到任何的東西呢 就是上網看王子結婚 哈哈 哈哈哈哈 太過分了 好 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你會不會在這裏 下一集 你在這裏我就在這裏 我一定在這裏 那我就在這裏 下一集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 哈哈哈哈 這次下一集你說吧 我對這些東西沒有什麼研究的 嗯 可以這樣的 作為一個專業的主持 所以我命令你下一集你要好好地研究 然後準備一個題目 啊 這麼害怕 哈哈哈哈 好像你比較厲害 嗯 當然 想想想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吧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